金森小姐 好 沈先生 金森小姐 让你去 易主任的办公室一趟 有事相伤 你又要搞什么名的 和我无关 是金森小姐请你去的 那我先过去 回头来找你 好的 沈先生你放心吧 这些我来帮你整理 马小姐 如果沈先生 真的中午请你吃饭 你一定要去 为什么 因为以后恐怕你没机会 只擦琴的饭 进来 易先生你找我 沈先生 不是易先生找你 是我找你 你有什么事吗 沈先生挨了少雪通一枪 想不想报仇 有好就直说 别饶完子 好 那我就直说 我想用沈先生 把少雪通少雪 悟兄妹引出来 一举见面 那拿我作用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不过 我更愿意认为 这是我们之间的 精诚合作 既然少家兄妹 想杀你 你也想杀他们 不如你主动现身 把他们引出来 我事先设好包围 将他们一网打尽 当然 我会保证 你的人身安全 不会让你说伤 我记得跟你说过 不要干背后 痛到的事 我已经说过了 我会保证 你的人身安全 我的目的 只是想抓住 少雪通一 除非 沈先生不太想抓他们 也或者说 你们之间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如果我也对你开枪 是不是我们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差点没命 难道是假的吗 开个玩笑 我说 姐夫 我以为他们这样做 是把沈木风 往死路上推 创老爹 哎呀 你话怎么这样说呀 如果少家兄妹 要杀的人是我 我倒是愿意做这个 可惜呀 我的分量不够 人家要杀的是沈木风 创老爹 Tak 我答应 不是 我 我 我 既然一些人说话了 那我挂个手 好 我干 你放心 我会找最好的兄弟保护你 你不会有危险 什么时候 明天上午 马兰西卡被听 我会提前把你要去的 公司放出去 如果他们不中计 那除非 在座的各位 有人把消息接口出去 他们不傻 不会心意伤到 他们当然不傻 不过也要看 这个消息是谁 透露给他们的 真是没想到啊 航会的大多数人呢 都推选邵雪彤当会长 看来要掌控这股力量 只能领想办法了 以我现在的声望 的确有些不如阿彤啊 那要是 邵月彤死了 邵雪吴也死 这恒会中 还有谁比你 你的意思是 现在有一个机会 去杀沈穆峰 你是想让我杀掉沈穆峰 然后我就可以做 恒会的会长是吗 不是让你杀沈穆峰 让邵月兄妹去杀 战长 您越说我是越不明白 您是想让我刀会的 为什么 要让邵家兄妹去干这件事呢 你只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邵家兄妹 就说明天早上 在法兰西咖 飞风门口 沈穆峰会出现 其他的 崩溃了 这是个圈套吧 是不是圈套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人家说了 一定要让邵家兄妹去 换了别人 沈穆峰会出现 我知道了 是上风和伪政府的人 设了个签讨 让邵家兄妹去送死 对吗 咱们呢 只需按照上风的指示 去办就行了 其他的 总之呢 你只需把这个消息 去告诉邵家兄妹 然后 等着做你的会长吧 走吧 马小姐 午餐时间到了 沈先生 你真要请我吃饭呢 怎么你真不敢去啊 沈先生也在啊 欧阳小姐 来得正好 咱们一起吃 这下有人陪你了 找麻烦也不止找你一个人 欧阳 沈先生 请我们一起去吃饭 你敢不敢 那有什么不敢的 大家都是同事嘛 吃一顿饭有什么 你看看 我想 这易小姐 不是那么不讲理的女孩吧 前面说的还行 你后边说的就太复杂了 真的 就吃顿饭嘛 这样 我到楼下等你们 都得来啊 谁要不来 这以后可 不带好相处啊 走吧 张浦成一直想得到 恒会会长的位子 但让他除掉 少家兄妹 他似乎还是犹豫了 一则 他与少家有十几年的交情 再则 毕竟少一副尸骨非函 但军统上海战长 黄树丽的一番话 又让他动了杀机 先生 要不要开饭了 先生 要不要开饭了 不用了 你让人背车 我准备出几次 是 不停 谢经理 乃先生来了 来 给你介绍两位我的同事 这位是欧阳小姐 这位是马小姐 陈先生 你经常来这里啊 我没事 会过来喝两杯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我们还是第一次 那得好好招呼你们了 谢经理 安排一下 三位 楼上请 谢谢 你们俩这碗点菜啊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千万别为我省钱 这可是你说的 一会儿可别后悔 你们要为我省钱 那属于瞧不起我 三位稍坐 我这就让人过来招待三位 对了 我去出发看看 今天有什么新鲜的 行 给沈先生 等等等等 你可得回来结账啊 别给跑了 二位小姐放心 就算沈先生真的走了 我也不会让二位小姐买单的 你这算迪会我形象啊 不敢不敢 您请 您请 老大 你真行啊 一天换一个女人 这次职业能来两个 你这艳福真 少废话啊 马上联系小飞 越快越好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我跟你说不清楚 你一定联系到他 一会儿我去你家接着 行 没问题 我马上去办 对啊 老大 听说你中了少家压推荐 有没有要命啊 要命的话 我能站着跟你说话 可惜啊 这强主偏了就一定点 要不知世界上 少这个名字 早知道少家家头啊 你要是这个 你可得多吃点 哎呀 下手又晚了一会儿 怎么样 二位点上菜了吗 都点了 就等你回来了 上菜吧 哎 等等 沈先生 我们只点了我们喜欢吃的菜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你要不要再点两个 我从来不讲究这个 你们喜欢吃什么 我一定喜欢吃什么 去吧 没看出来 这沈先生 还有这么好的脾气啊 哎 这易小姐 可是有福了 哎 哎 哎 马小姐 咱们出来吃饭 你不用一直把易小姐 提出来吧 她是她 我是我 算我说错话了 哎呀 这刚夸完沈先生脾气好 马上这脾气又来了不是 哎 哎 哎 对了 沈先生 听说你和京城小姐 吵过几次 这京城小姐 你也敢顶撞 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京城临死没什么可怕的 我沈不风 行走江湖 过的就是刀口填血的日子 枪林弹雨 大风大浪 我什么没见过 她从来没怕过谁 她一个日本女人 想骑在我头上 门都没有 惹急了我 我不管她大左小左的 我一刀砍了她小日本的 真人太棒了 咱中国人要是都像你这样 也不会奔在日本人这里 哎 别乱说话 东西货从口出 哎 咱们在日本人手底下吃饭 我也都说说罢了 真要让我拿刀拿枪 跟他们对着干 我可没能打 你是女人 当然没那个胆子 沈先生倒是有那个胆子 还不是一样跟着日本人换饭吃 管他什么日本人 什么国民党 我沈沐峰不懂那些国家民族的大道理 谁能让我升官发财 我就跟着谁干 迎来就是你啊 对 跟日本人换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至少我现在住着大房子 开着小车车 我吃香的 喝辣的 有什么不好 好了好了 我们今天啊 不谈国事 谈点别的吧 哎 沈先生 你来上海之前是干什么的 我啊 来上海之前 我在津南坐牢 坐牢之前呢 我在山里边当土匪 哎 当土匪的日子可过瘾 我跟你说 真是 你看谁家有钱 抢过来 我们军同 且会在市府里的人 得到确切的消息 明天上午十二天 沈沐峰 将和一安之的女儿 出现在法兰西咖啡厅里 这个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现在都知道 沈沐峰和一安之的女儿 易荣荣的谈恋案 他们一起逛街 喝咖啡就餐 我原本想自己 执行这次任务 可是 最近这些日子 我感觉有些累 我不想跑头露面 更不想当恒会的会长 所以我把这次机会 让给你 你去执行任务 这样 你就可以做恒会的会长 我支持你 张叔叔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但是我并不图会长的虚拟 只要能够除掉沈沐峰 功劳还是你的 会长的位置 还是由您来做 阿彤啊 我老了 你还年轻 你当会长是顺利 承担理所当然的事 我是不会和李甄 会长的作词 这个请你放心 眼下重要的是 如何执行好 这次刺杀计划 好 我来安排 你怎么才来 还不是你那位少家大小姐 你不让老我来找我 我也得找你 她知道你明天要去咖啡厅 让我们埋伏在咖啡厅 对面的楼顶车杀你 明天别去了 我找你就是这个事 这是金城林子的毒气 她拿我当幼儿 相信少爷爷会出来 日本女人 你不会想让我劝她别去吧 少雪通不会相信我不好 她一心想杀你 就算知道是个拳堂 没有也会去 我总不能跟她说 是什么方便让她去的 无论如何 你不能让她过去 少雪通很有主见 我怕我劝不住她 那你就想尽一切办法 总之不能让她去 好 试试 不是试试 是必须 必须 看来我除了枪 还得配一根绳子 小飞 我是认真的 我现在开玩笑吗 你明天保护好你自己的爸 我只能保证我不杀你 他要杀你 我也不办 不用操心我了 把我划她就行 人家要杀你 你还对人念念不忘 真不知道跟你们有什么好 关先生 你不用说了 我的主意已定 就算是个圈套我也认了 只要能够杀了沈慕风 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 少小姐 你最好再好好考虑一下文化 事情没那么简单 那里是日战区 即便沈慕风真的去了咖啡厅 身边一定有不少偷 到时候我是刺杀他还是宝负 我会多带一些兄弟过去的 人手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如果你害怕了 你可以退出 我关若飞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关先生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沈慕风不是轻而易军能杀掉的 就怕这里面有诈 德叔 我说过了 我的主意已定 彤彤说的有道理 不管是不是你们圈套 我们都要去试一试 机会难得 明天我会把我从重庆带来的人 全部都带上 既然少小姐执意前往 还是算我一份 好 那你明天负责远程设计神不封 无论事实的事败 你都可以抽身而退 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时间不早了 大家都回去准备吧 进来吧 蓉蓉 连到了 沈先生是在等你小姐吧 让你失望了 金城小姐 有回归干 今天我来做你沈木峰的女朋友 怎么样 今天 今天空吗不行 改天吧 改天凑合一下 凑合 沈先生的眼光真是高啊 不过我也有这个自信 要是抛开国家和民族 你一定会为我的魅力所明 不 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来迷我 你别忘了我是跟着你们日本人混饭吃的 咱们是朋友 你们不会也有中日不能通婚的先令吧 我们大日本帝国不是新政府 不会限制中日通婚的 只不过你已经是易小姐的男朋友了 我不会要的 我怎么不知道我是易小姐的男朋友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现在还单身 我现在就可以给个机会让你追我 你的胆子可真大 竟然要我来追求你 有意思 我考虑考虑 我要是想追一个人 可是会不择手段的 那你就尽快考虑吧 别等到你考虑好的时候 我就改变主意了 时间差不多了 有什么话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接着聊吧 你这么有趣吗 我放出的丰盛是你和易小姐去咖啡厅 我知道易先生是不会让女儿去涉嫌的 沈先生也不想让易小姐冒险 是吧 你不怕危险吗 今天要怕危险的不是我 是你 好吧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 我希望你会珍惜这个追我的机会 看我们的缘分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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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但他这个人太难驾驭 如果不能驾驭这个人的话 最好是获得了他 面对以后成为敌人 沈木峰怎么会成为你的敌人呢 他不是这个荣荣在谈恋爱吗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你没发现啊 是荣荣一直追求沈木峰 沈木峰只是敷衍荣荣 还有一点 沈木峰这个人野心太大 如果他和金城灵子联合起来 就会很容易将木塔一起出去 姐夫 别夺虑啊 沈木峰接近金城灵子 那不是你和老王让他这么做的吗 荣荣 你太天真了 我的确舍不得沈木峰这个人 他也不会完全想起他 如果今天这个事情过去了 我会对他很好 但如果沈木峰现在真的死了 那就只能怪他自己的命 不好的 姐夫 这事儿如果荣荣知道了 荣荣不会知道 就算他知道 他会以为是金城灵子害死了沈木峰 跟我没关系 那是金城灵子害死了 一路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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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够取消 今天就是沈穆峰的死期 去告诉关若飞 让他继续留在聚集位置上 一会儿我带人进攻看会 到时候场面一乱 沈穆峰就会跑出来 你让关若飞在这个时候 守住他 海人 别忘了 小姐放心 我现在就去投体了 条件太诱人了 我反而有些害怕 怕什么 我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被你给卖了 你要知道 和一个心悸太深的女人 睡在一起 人总是不会有什么安全感的 沈先生 你还在怪我今天 让你出来坐一晚啊 你要知道 我现在站在这儿 我一直都是心惊胆战的 因为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 从什么方向 会突然飞来一颗子弹 尽管你说 这儿的咖啡是全上海最香的 但是刚才喝在我的嘴里 又苦又死 还带有几本血腥 你太悲观了 你这么有趣 我怎么舍得让你去死呢 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只要一有人想自杀你 你立刻就会被乱枪打死的 我保证你不会有事 那我就只能 放心了 加莎 你还在说什么 少爷都来了吗 还没来 不用担心 再坐会儿吧 不如你教我日语吧 要不然以后我娶个日文太太 不好交流 我是说你真的想学吗 这么晚了 我是让人耐心不好 不过好在有些事 不用说也能做 洛飞兄弟 小姐她不同意取核神怒 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小姐都还没有来 我想她是不会上钩的 未必 来了 你这在干嘛 没有 你怎么过人那么关心呢 你怎么过来 来 来 这才危险我们得先走 你们两个先往他的后面走 是 太阳 现在我们的人站住 一会儿还会有更多的人来 日本行为就得来 所以 你不用再起 我们不要再起 你不要撐了 下面人太多了 根本就撐不了他 不撐 你一定要撐了什么东西 你 你 受机通通坚持不了多队 上哪去了 你还在等人家小龙飞飞啊 你不想抓活的 换出点什么吗 你屁股的分离不是两道吗 今天我不会活着他们 我一定要当场 击毙他们身边 咱们还在哪里 但是我才正能看到 古人 我将会有 而且那不是 我们是 古人 找人 我 有 那就是 你 我们是 板子 靠钟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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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ouses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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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抓住 一个不要发护 快跑了 快追 那边刺你 把这飞丝带你赶快走 快 撤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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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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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别难过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你看看吧 别看只是伤了点皮肉 万一伤了骨头怎么办 我看还是先到医院去看看吧 不用了 这次没让沈沐峰死 我们还失去十几个兄弟 我真是不感谢 阿童 不是得手我说你啊 你也太鲁莽了呀 明明这就是个圈套 你怎么还往里钻呢 铁城 关若飞为什么还没回来 小姐 她说在后面掩护家的 那她也应该回来了吧 若飞 你怎么才回来 回来就好 兄弟 你回来我就不用担心了 今天都亏了你呛法如神 要不然我们这些人 一个都会破烂 应该的 遗憾的是 死杀变成了掩护 你受伤了 一点小伤不碍事 什么不碍事啊 阿童 赶紧送小姐去医院 快 是 伤口感染麻烦就大了 别担心了 少雪童 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不用住院的 太可怕了 以后像这样的险情 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你还是注意自己的安全吧 上次少雪武从重新调来的几个杀手 已经被日本人杀光了 这次他又重新调来了四个 今天晚上都上海 你不是次次都会走运 要小心啊 我会小心的 你也是 得被日本人抓了 还有 你现在已经接近了少雪童了 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 啥日本人的事 暂时先放一放 别太招摇 明白你的意思 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了 有时让老五吐住 爱子们说过 多说错 心海里漂泊 时光 一颗心火热 情难得 真假中穿上 感谢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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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ilient 病毒 好 关键 散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